朋友们,你们对你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的确 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 或者是总是有些不满 对于自己所做的东西 是否有时会有一种无奈 或者是感叹 总是不能够控制有些东西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看生命 的确很多东西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的产生都是因缘 不是每一个因缘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有一些因缘 比如说它可以是外在的因缘 你要做一个生意 你要考个好成绩 还是你想要得到想要得到的伴侣 它都有它的因缘 有些因缘是外在的因缘 那个外在的因缘如果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那我们可能就不能够控制了 就不一定要称心如意 而有些因缘是过去的因缘 比如说业 业力 过去如果有过好的因 那这一次做的时候呢 那想要得到什么 它就因缘成熟 上因缘成熟的时候呢 就好像很容易得心应手 一下子就达到 但是如果过去的因缘不足够 那这一次有些时候要双倍 比别人更多倍的努力才能够达到 所以不是每一个因缘我们能够掌控 但是呢 什么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当下 当下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掌控 至少我们可以学习去掌控 其实在因缘的角度来说 即使是当下 我们对当下的心的把握 也是受过去的一些背景和训练所影响的 如果一个人他长期以来都有 把持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感性跟理性符合而不违背 那么呢 他就比较容易把持自己的心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过这种训练 他放纵惯了 突然间他要把持自己的心 他就把持不住了 所以这种即使是我们对当下心的这种把持 他也是受因缘所影响的 受我们过去所有过的经验和训练和背景所影响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生命呢 首先我们来学会记受 当某些事情不如我们所愿 超出我们的掌控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接受 也不要埋怨 是因缘 可是呢 我们同时也不会消极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些因缘也许在我们的把持以内 比如说 人际关系嘛 那 别人要怎么对待我们 也许我们没办法完完全全控制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 我不要恨你 不要讨厌你 我可以对你慈悲 我可以对你怀着忍耐的心 这个当我们决定要以善心去回应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慈悲的力量 善心的力量 真心的力量 那 人际关系也就改变了 也许改变 也许很快改变 也许很久以后才改变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们不可以把它变得更糟 我们可以不要让事情变得更糟 这是一点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改变我们的感知方式 同样的事情 比如不同的人来领受的时候呢 效果有些时候也差很远的 比如说 你可以面对一个倒霉的事情 你可以想 啊 为什么这么倒霉 在那边埋怨 为什么别人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 好 那如果有因果信仰的 他就想让我消消业障 忍耐也总会过去的 就想从消业障的角度来看 你省着觉得 啊 我就轻了 麻烦过了 我的业也少了 那如果你不是从因果的角度来看 那你想会过去的 专注在这个无常想 他也会比较好过 那如果更勇敢的想法是 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处境里面 做出最好的反应 让他带来最好 或者是最不坏的结果 那做我所能够做的 如果你有这么积极 勇敢的想法 那更好 甚至把那个倒霉的事情 当中是一种磨练 一种训练 让自己下一次 在意义上的时候 或者是意义上 某种考验的时候呢 有更强的力量去面对 所以这是无作物 我们能够做的 所以生命里面很多事情 全看我们的心态 我们也许 剩下来有些人 IQ不能够改进太快 或者太多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们的EQ 我们的情商 我们是能够大大的改进和进步的 好 祝福大家